股compete让你两分钟听懂个股分析 中钢2002公司主页 钢瓶设计制造买卖储运 2018年净利位6% 2019是2.4% 最近净利位-1.6% 2018年row位7.2% 逐年下滑最近位-1.5% 营收与净利率逐年衰退至亏钱 2018年EPS位1.58 之后逐年下降 近期EPS下降至-0.31 大股东持有率维持在60%左右 市场消息 中钢12月钢品出货量比前一个月略减 但12月钢价6连涨 平均每公顿小涨300元 平均涨幅1.28% 平均售价较好 且旗下中心开发桥头新桥之星建案 有100多间顺利交屋 也是合并营收成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钢去年11月合并税前盈于23.57亿 累计合并税前盈于小赚2.19亿元 每股税前盈于约0.01元 目前国际钢铁市矿变化剧烈 中钢也期许终端用料客户 能够充分掌握入料成本趋势 应在确保料原数量 稳定无余的前提下 严谨承接新单 避免接单价格与原料行情出入过大 造成营运亏损 或者应被料不足 而导致可能之锻炼风险 股价趋势 股价长期向下趋势 近期股价飙涨 股compete建议 观察长期股价来看 中钢无论EPS表现为何 股价维持在23到25元之间 因为疫情影响投资人信心 股价跌至19元 近期国际钢价大涨 中钢股价飙升 但原料大涨 不代表公司赚钱 如果先签约的接单价格低 但原料涨价 反而亏很大 待好消息反应过后 会回到原来价格区间 景气循环股 见好就收 不建议长暴